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非医学家和科学家们不断地发现研究和证实后 逐步发展成一门完善的科学学术 并大量地应用在医药领域 生物识别领域和形式侦查等领域 近期更广泛运用于儿童教育 心理咨询 职业规划 企业人才识别等众多领域 将脾文的使用价值发挥得领域尽致 大家好 我是脾文达人Eddie老师 荧幕前称呼自己为Eddie老师的刘雄元 是国内一名资历颇深的脾文测试导师 他自26岁开始推广脾文教育课程 并创办了Inner Zone教育中心 累积个案超过5000位 其实我会从事这个行业也是因为我在想当年 我26岁的时候我也是处于一个很迷茫的人生 我也不懂我该发展些什么的东西 那我早期我是做销售的 那么也因为一丝的这个事故 所以导致到我的生意失败了 那我在26岁的时候就重新地去思考我的人生 我接下来我该怎么做 那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之下呢 就有个朋友他就介绍了我去做这个的脾文测试 那么呢最终的结果出来呢 他告诉我我是可以做教育的 其实我那一刹那呢 我也是被吓到的 我觉得怎么可能呢 那时候呢我也试试看了 毕竟做了之后就试试去做 去从事这个行业 那我从26岁就开始从事这个脾文教育的推广 做了大概14年了 做到今天没事 人的指纹和大脑同时发育 所以指纹是大脑最佳的反射体 每一根手指都和大脑各个脑叶 有着对应的直接联系 因此通过观察指纹的形状 就可以分析出个人先天的多元智能和性格特质 而有了这些测试结果之后 就可以在后天进行重点栽培与调整 弥补先天的不足 创造未来的无限可能 其实皮纹测试它就好比什么呢 其实皮纹就是一个人的基因 那这个基因主要是反射什么呢 一个大脑就是这样简单 皮纹测试需要的是十根手指的清晰指纹 基本上从一岁半到六十岁的人群都可以进行皮纹测试 但也有特定的人群如拥有富贵手的妈妈们 或手部残缺超过三根手指者就无法进行皮纹测试 我们会经过三部曲 首先当个案有来到的时候 我们会首先跟他采集他的指纹 十个手指还有他的掌的皮纹 各位听清楚是手掌的皮纹 而不是手掌的掌纹 各位看看你们的这一边 这边其实也有些文献 做了这一步之后 我们的第二步就是会把这些数据 我们会拿回来分析 通过人手的这一块去做这个分析 大概用十四一个星期左右 好了之后我们就会去 整理出一份的报告 第三部曲就会邀约客户 去做这个一堆的资讯 皮纹测试可以客观性地分析 个人的左右脑的强弱 先天特质 多元智能和先天学习模式 还会根据测试结果 提供个人学业和事业的最佳规划选项 让未来的生养规划更得心应手 由于皮纹测试的准确性高达90% 所以深受父母的欢迎 作为儿童之力开发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 明镜与点 pardon 老板结下先序 注意一个答案 所以根据老板的喜好 крiezie有解答案 但是往往当老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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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